艰难对决之下大特终于将剑砍在了扎马斯身上 可根本来不及庆幸下一秒不死之身的扎马斯就已经恢复 聚拳瞬间轰出特兰克斯静直到飞而去 大刀紧随其后幸亏特兰克斯用剑挡下 可力量巨大差距下眼看就要扛不住 突然幸存的人们身上散发出白色光芒 特兰克斯力量顿增突破压制 人们的元气还在继续汇聚 悟空和贝吉塔也赶紧将紧剩的气贡献 吸收元气的特兰克斯宝剑变成光之巨剑 再次对决之下局势已经大不相同 纯正气息汇聚的大宝剑快速吞噬着扎马斯的身体 他用尽全力才将剑拔出 而特兰克斯不给他休息机会再次一剑同路 这把扎马斯疼得哇哇直叫以无力摆脱 特兰克斯激情大喊将剑直往上拉 就这样生生把扎马斯从中劈开 正义气息还把他身体彻底进化消失 终于赢了吗悟空等人都来庆贺 小五激动地流出泪水无尽苦难终于结束 可突然刚才扎马斯的位置一道红色光芒冲上天际 整个地球快速被墨绿色的泥沼包围 里面还有无数扎马斯的脸庞在疯狂邪校 知道事情不妙 特兰克斯和悟空一起而上 三人和机超强攻击朝天空击去 可根本起不到一丝效果 扎马斯的邪校在天地间回荡 他已经舍弃了神这一形式 要成为正义与秩序的化身变成宇宙 邪连嘴里吐出光波 悟空等人赶紧拼命防御 在轰炸结束整个地球 除了悟空几人所有生物都被灭绝 特兰克斯再次确认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幸存准气 小五根本无法接受拿着枪对天风了式的设计 奋战了这么多年战友还是全被灭亡 大家都伸皱眉头现在该怎么办 悟空摸摸身上看还有没有先斗准备继续战斗 可却摸出来个奇怪按钮 突然想起这不正是拳王给自己的呼叫器吗 如果拳王能来那一切就好办了 但不确定这个时空有没有拳王当即按下 果然一阵亮光闪耀拳王凭空飘下 看看这糟糕的世界他怀疑是不是悟空干的 悟空赶紧指着天解释 看着那嚣张的绿脸已经腐蚀全宇宙拳王当即失法 悟空一见不妙这是要把整个宇宙都抹出啊 立即喊着快启动时光机 两个界王神也利用时间戒指赶紧逃跑 不马一加油门时光机立即启动 悟空和贝极塔坐不下只能抱住边缘 拳王法力瞬间扩散整个宇宙 包括扎马斯全部化为虚无 另一时空时光机也赶在最后一秒成功返回